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嗎 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叫陳蕙琦 那我的本身職業是農夫 我這次會來 這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FV陳蕙琦大家可以搜尋我 就是可以叫我好友 我待會會就是打贏邀請這樣 那就是我這次會在這邊是因為 這禮拜前幾天的禮拜三 我朋友他丟了就是GTV的一個活動連結給我 對 那我就覺得這個好像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可是我搞不清楚這個是在做什麼的 但是我就因為我們 我跟季漢他叫季漢 我跟季漢會認識是因為 我們都是單側聽損的本人或者是家屬 對 所以在我就是 他跟我講有這個活動的時候我來這邊 我就覺得說我不知道我可以在這邊 就是得到什麼幫忙 可是我還是來 因為我覺得只要有一點點機會 可以讓我把我想要讓很多人知道事情 就是讓我有機會講多觸及一個人 我就會想要努力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很多單車聽損的朋友 本來都想很多都要來都很開心 因為他覺得我昨天有爭取到 今天的開放工作坊 大家都很雀躍這樣 大家都很想來 但有一個媽媽更可愛 她跟我說今天是她女兒生日 她跟我說她很想來跟我暫行啊 想要來幫我的忙 對 可是她說她女兒生日怎麼辦 我跟她說女兒最重要 這個算什麼 回去陪你女兒過生日 我說我們都是在為了我們的女兒在努力 女兒最重要對我來講我女兒也最重要 所以我把她帶到這個地方來 我也是在為我女兒努力 所以你也要為你女兒努力 就是一起加油 那給紀翰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紀翰 然後像剛剛蕙琦我們是好朋友 然後今天這個主題是單車聽損 然後我自己本身就是單車聽損者 那我的幼兒 我的幼兒 好 拿近一點 對 所以剛剛其實有個狀況就是說 她在那個距離 其實我只聽到聲音 但是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所以我剛剛其實是用猜的 對 那個其實就是我自己本身 最常遇到的問題 對 所以今天就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蕙琦大家來分享一下 她跟她女兒在單車聽損這段的過程 然後我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在跟工部門 在開會的一些過程跟大家去分享 以及政府我覺得政府沒有做好的事情 我來特別講一下她比我還資深 所以我請她來 我昨天確定我可以上工作坊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說紀翰你要不要來 她說為什麼為什麼 我說因為你比我資深啊 為什麼資深 因為我就是單車聽損就是資歷是五年 因為我女兒現在五歲 那她單車聽損的資歷比我們久很多 所以她是我學長 所以我說一定要讓她來 來講一下她所知道的狀況 她已經是成人了 我女兒其實她五六歲 她其實表達能力並沒有那麼好 所以很多東西我這幾年都是靠我猜 或者是我感受 或者是我問了她們所謂的已經長大的成人 欸你們如果有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們是什麼原因或是什麼想法 我才能用這樣去同理我女兒的世界 我我以為我是很了解我女兒的人 對但是其實在她 在她就是在她上學之後 我就發現她碰到的世界 已經不是在家裡被我保護的世界了 我開始不知道她怎麼會遇到那麼多困難 我不知道現場有沒有人知道那個 就是你們這邊工作的人很多 我想知道你們那個下面那個貼紙啊 就是我看那個檯面有好多小張貼紙 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貼紙 下面有很多一排英文字 我看有的是寫音樂 有的是寫醫療 還有是就是很多英文字 那有一些英文字我也看不太懂 對所以我就想說我猜啦 我猜她是不是 是不是要讓大家選擇自己的業別 或者是有涉獵的行業這樣 有涉獵的群組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貼紙 貼在自己身上 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你們沒有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不同的技能 不同的技能 我告訴你裡面的所有技能 其實看不懂英文的我就看不懂了 看得懂了我覺得我好像沒有那個技能 之後我全部的裡面 我只選了這一張 就是這張夠 對我覺得這一張最合適我 所以就是這張夠 我那時候拿我覺得我一進來那一瞬間拿到這張夠的時候 我有一種我就猜是這個 你們應該是這個意思讓人家選貼紙 那我就放了一張夠在我的牌子上 那我就覺得好像有一種自己被鼓舞的感覺 好像覺得說自己可以再勇敢一點 那我講一個有點好笑的 我昨天其實來只是來先探探狀況 因為我根本我上網查很久 我都不知道GTV是幹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其實我到進來之前我都不知道 他進來那一瞬間他叫我報到的時候 那個櫃台人員叫我要下載一個什麼 就是進來的APP喔 對對對 他說他很明顯都感覺到 這我的慌亂 就我連這個東西我都不知道 所以他也是當場都協助我幫我開通這樣 那進來之後我就開始繞啊繞啊 第一個看到就有貼紙 然後再來就看到牆壁上有寫東西 那我就想欸 竟然來了 我應該要去聽聽看就是人家講什麼 那我就隨機的走到一個好像人很多的地方 我就塞了進去 那一場剛好在講那個什麼 我被為什麼我被掩蔽 後來我稍微看一下他內容 他在他好像就是以 因為他選了GTV來寫 就是你們的模式來寫他的論文 所以他好像被掩蔽 那他就稍微有講一下 我看他就講得蠻清楚說 GTV在幹什麼 那實際上有什麼優勢或劣勢什麼 他就稍微有分析 我就上了這麼一堂課 我就默默又退出來 因為我兒子哭了 我就離開了那個會場之後想說 好 那應該我朋友約我吃飯 我要先換我要走了 對 後來再換回去 我就看到有什麼閃電獎 之後又看到開放工作坊 這東西我在來之前我就稍微有知道 我都知道說那個要提前提案 結果後來我發現可以 就是他說可以現場的時候 我馬上就跪在地上寫了我的想法 就是這一張紙 就是我馬上寫了我的想法 我寫了這張紙 那我想就是 我當場也就很有行動 問一下那我是不是應該要開始拉票 因為我看很多人已經有貼紅點點了 我也怕我提的案結果是不能上場的 那我就開始在現場拉票 那我的第一個是路人 對 路人 那我馬上就擋了一個路人說 你好 跟他自我介紹 講完之後 我說我想做什麼事可不可以拜託 你幫我投一張票 我開始我那時候拿那張票 我的手一直插一直插一直插 一直插 他說那個那個就是給我一個就是媽媽加油 就幫我貼 所以後來開始旁邊工作人員就開始真的很好心 大家就開始圍繞著我 之後開始有人幫我的忙 開始有人來投票 還跟我分享他身邊的案例這樣 三策聽從的案例 到最後我其實甚至我已經 其實我覺得我在那個現場 我感染到的是 我有人幫我的忙 對 我覺得有人幫我的忙 我覺得好開心喔 所以我後來又 因為開始沒有人走 我女兒都會在那邊幫我擋人 他說媽媽快點有人來了 快點去去去 這樣我就趕快過去 說你好你好這樣 後來我們就開始沒有人了 我們就開始去旁邊 那個坐在旁邊打電腦的 他也干擾人家 就是一干擾人家之後 再跟他好好講說我要做什麼事情 結果那個人是第一個問我說 媽媽 你一個人帶兩個小孩來台北嗎 好辛苦喔 你加油喔 我給我當場就哽咽 我都謝謝謝謝謝謝 我就躲到旁邊碰哭 我就覺得就是有點丟臉 就覺得說媽 你怎麼那麼容易哭這樣 自己怎麼那麼容易落淚 後來就覺得說 那我要繼續加油 因為我覺得大家給我很多支持 那我想問一下現場 就是有沒有人身邊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本身就是家人就是單側停損的 就是狀況 比例很高耶 對 這其實比我原本想的還要多很多 我可以請現場的人 願不願意就是 我們可以自由就是自由分享 就是願意分享就舉手 我就請你們分享 就是講一下自己狀況跟你的感受 跟困擾 我本身就是 你本身 你本身 用麥克風 你本身 用麥克風 喂 我本身就是 昨而聽不見了 那什麼原因造就的 聽說啦 好像是小時候感冒 流膿之後就變成這樣 那是父母的猜測 因為其實以前 家長並沒有做這個 小孩的聽力測試的這件事情 對 所以 也不知道到底是天生生出來就這樣 還是 對 後來因病變這樣 那我有遇過另外一個 他是右邊的 對 那他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是很奇怪是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就我們變成這樣 不清楚 對 請說 好 當然就是謝謝你的分享 然後這部分的話 因為預期 就同樣是單車聽手 或是相關的人 比我們預期還多 那我就先 來我這邊來做分享 然後再 最後再請大家輪流的區域 然後我們再一起討論說 你的問題可以怎麼去解決 那我這部分的話 剛剛提到的是說 我要跟大家說 政府沒有做好的事情 對 然後我再稍微敘述一下 我自己本身的狀況 我自己本身又有聽手 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那我的問題是 其實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突然 突然就是生了一場病 然後會有暈眩 我會有暈眩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大概有兩三個月 是沒辦法行走的 因為我真的晃得很嚴重 然後之後 之後的我的幼兒就再也聽不到了 對 之後我的幼兒再 然後我的幼兒聽不到 我這邊是在做聽力檢查的時候 我是只測到90分倍 我就沒有再繼續往上測了 因為其實我的聽力是 包括我的聽神經 其實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直接測到90分 直接視為是全容 那 因為其實單側清純這邊的人 有很多 但其實我們直接碰到 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單側清純其實 並不符合身經障礙之格 對 我們並不符合身經障礙之格 然後很多人會問為什麼 我們自己本身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只知道說 我們一隻耳都會聽不到 然後我們不符身經障礙之格 我們沒辦法得到法律相關的保障 但這時候問題來 台灣現在目前的社福 社福還有一些補助 都是跟著這個障礙在走 所以即使像我本身 本身有助聽器的需求 但是因為現在助聽器很昂貴 然後助聽器的大概 我之前去詢問的助聽器的價格是 如果假設是一隻可肉食 就是因為我一隻耳都會聽不到 我的右耳是要配戴接收器 然後它透過接收傳導到 我一隻耳都會聽得到的部分 一隻耳都如果是 一隻可以差不多8萬 然後我配兩隻的話 這樣就16萬 所以這可想的 這是一個比較昂貴 一般可能會有點負擔的價格 但是我們有這個需求 但是目前台灣的 因為我們沒有資格 所以是被排除這個狀況在 這個狀況之外的 那我想如果是大家 有一些是單身聽损的朋友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去年在公共政策參與 網路平台有一個 單身聽损納入聖經障礙之格 這個提案 對我覺得應該有多多少少 應該有一些人有聽過這個提案 然後這個提案是在11月發行 然後我們在12月就已經有達到了門檻 然後我們在2月的時候 衛福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發表 他的一個內容 然後我就直接照念 就是衛福部他會籌組 身心障礙鑑定以及專家會議 將單策聽损納入身心障礙鑑定之可行性討論 並邀請聽障相關團體跟學會的代表 那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時候就有人說了 這有回跟沒回是一樣的 到底是他們會邀什麼樣的團體 會邀什麼樣的專家 誰是專家 然後後續結果我們要怎麼知道 這其實就像這位先生 這位人士說的 這有回跟沒回一樣 那我們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是這些專家是什麼人 那我們一般會覺得是醫生對不對 醫生又有包括耳科醫生 耳科醫生或者是說聽隱使員鑑定師 那我這樣專業問題要專業解決嘛 假設是說今天是單策聽损 無法納入身心障礙鑑 可能是財政的問題的話 那某這些醫療專家 又要代表什麼樣的異常 來決定我們是不是可以 納入這個資格 那我會覺得這個就是像 居里民講的 這個其實就是 資訊不公開透明的一個 一個其中的例子啊 然後再來是說 像這個會議好像 我們應該是七月 七月召開這個會議 那很多單策聽损 很多人很想參加這個會議 但是衛福部 他只邀請團體代表 我人 對他們講的七月份衛福部 就是為了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所開的第一個會議 就是他的邀請人 我覺得就是很詭異 因為我們那個 就是裡面有群組有人 就把他們的公文秀出來 就發現就是 就是他邀請的人 就是不管好像跟我沒什麼 沒有很 就是我們感受 或者是認知上 並不是我們覺得很合適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怎麼選出來 我覺得很困擾啦 那我其實我也到現場 就是我人在現場門口 結果還真的不能進去 想說我試試看 能不能進去表達我們的訴求嘛 結果後來我是確定不能進去的 因為他們的他們的限制是什麼 只能專家 那個時候就是怎麼講 他就是他在廣邀那個團體的時候 他是只邀請團體代表 那 團體代表 對 只邀請團體代表 然後就是所謂民間組織 或是 對 所謂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單策停水 其實並沒有一個相關的協會 所以他們就一定會找到哪些團體 這個其實就 欸 你們找哪些團體 對 這就是第一個問題 問號 對 找誰 對 然後 那可是這個他們開完會啊 他已經來開完會 可是我們還對他找的人 覺得很疑惑對不對 對啊 那我的意思 剛剛我想繼續講的是 那他們應該都會找一般的 雙兒的協會 或是雙兒聽損的團體 那雙兒協會的團體 他們又怎麼可以代表說 我們單策聽損的意見呢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是要再透過其他團體的協助之下 我們才有機會到衛福部那個會議 去跟他們去做討論 像有個協會他就直接把名額 讓給一些單策聽損的人 對 對 我們有單策聽損裡面的朋友 他的確有進到會場裡面去跟著開會喔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可以進去 我不能進去 我是家屬啊 那就他說 是因為衛福部邀請的某一些團體 就把他們自己的名額 就是讓給真的單策聽損狀況的人進去 講他們真實的狀況 要不然你們開會 可是你們卻沒有把真的 真的有困擾的人跟你講 我真的遇到什麼困擾 他們找了很多他們認為的專家學者 一些醫師吧 到現場 結果他們也許並不是專門在 有專研在單策聽損這個狀況的人喔 可是他們卻成了就是這篇會議的主角 我們是副角 甚至還不能進去的 就是非常非常微小的角色 我就覺得這個很不很不尊重 而且我覺得這是 我會自己說這會不會是黑箱作業這樣 會不會是黑箱作業 對 講到黑箱作業的話 我會覺得那不會是 只是假裝自己是民主國家才會做的事嗎 那我這邊再繼續補充一點 就是我覺得蠻訝異的一件事 就是在公共政策這個參與平台 有提案人嗎 就是其實連提案人 他自己本身也不能參加這個會議 我們提案人有在粉專發文 他是直接發文抗議這件事情 他很生氣 他說怎麼會連他是提案人 他是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這個案子的提案人 他也沒有被邀請在列 他沒有被邀請進去一起開會 他們要自己開會 衛福部就是這些人他們找了 他們要自己開會 團體要自己開會 沒有找提案人 而且提案人還在網上有講一下說 他那個好像開會通知的時間 就是他把那個日期 最後為什麼他有進去 因為有進去的團體要求那個衛福部說 他說那你們這個是為了提案人提議而開 那怎麼會提案人沒到 那我們去誰來講訴求 那我們怎麼知道他們訴求到底是什麼 沒有人講耶 那後來衛福部就開放 開放提案人進去 那開放提案人進去之後 這個進去那他 他提案人公開了他那個收到公文的時間 我記得很扯 他禮拜五說被電話問說 你下禮拜有沒有時間 我們可能是禮拜二開會 之後他可能都還沒有拿到公文 禮拜五電話詢問你能不能出席 隔一個禮拜了禮拜二就要開會 那你也知道公家機關有放假 那寄信要不要時間 結果他的公文也許郵差都還沒送到他家 他禮拜二就要開會 而且大家都其實都在上班 你哪有什麼很 你沒有提前講要請假臨時請假 我覺得都會被公司不爽吧 對他這個很緊急 可是提案人還是配合 因為他覺得這對我們來講 對他來講也是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很努力的 就是去配合衛福部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這個其實 我認知啦 在我看這個程序跟時間順序 我會覺得他沒有誠意 就是我覺得他開車會好像長處做 之後沒有誠意也沒有 事先覺得他需要做到什麼 就是比較完整的程度這樣子 對所以這個公部門在跟民眾共同 其實就是還有很明顯的落差 那像衛福福這樣的做法 那只參考剛好來的人 或是說他們早來的人 那這樣的人跟來的人的意見 去採納這樣的人的意見 這樣其實是妥當的嗎 對 這其實是妥當的嗎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 這個會是在7月時期召開 然後現在已經10月了 但其實會議的正式紀錄以及決議 都還沒有發函過來 那我就會在想 要這麼久的時間 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外部的人都不會知道說 他們內部你們到底做決議了什麼 那難道不能就是 就在會議的過程中 就已經透過錄影或直播 來讓同樣是很多單策聽損的人 也知道這一件事情 知道這次會議的狀況 那我提一個疑問 我記得我那時候當下有問 就是我問出來的人 我問他們說你們有結果嗎 因為對我們來講 你開會會有結果嗎 那我那時候就有問有沒有結果 他們說沒有耶 沒有結果 所以那他現在如果公文出來 是他會決議嗎 你現場又沒有講出結果 為什麼最後會有結果 如果現場沒有結果 是不是就第二次召開會議 我覺得正常順序應該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他現在是決議要下來了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說 像單策聽說有這麼多人 都這麼關心這一件事情 那他用透過一次的會議 就要做決議 那是不是本身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問題了 說不定衛福部他自己本身 就已經決定好的一件事情 在會議上搞不好難聽一點 搞不好只有形式上而已 就是做demo出來給大家看的意思 就是有做就好 那所以我們就會想要要求政府 把討論公開 什麼樣的專家 比如說醫生 醫生他專家 醫生他發表了什麼樣的言論 把他公開 那相關的 然後宇慧的 宇慧那些專家學者跟醫生對不對 他們講什麼應該要寫出來 讓我們這些 你看喔如果 如果我知道 如果像好我女兒常常都要去各個耳鼻喉科 就是看醫生 就是做聽力檢查 那如果現在宇慧的那個醫師 他是說他覺得單側聽損一點差別都沒有的話 那我絕對不會把我女兒再帶去給他看 他本身自身就覺得單側聽損是一點狀況都沒有的感覺了 所以那他怎麼會覺得我女兒做這個檢查 或者是他的後續資料對他來講很重要 那我覺得他一定都不會 所以如果讓我知道是哪個醫生他如果有講出這樣論述 那我覺得他會變成我沒有辦法把我自己孩子帶去那邊 他會被我劃到旁邊去 我就不要去給他看 我會帶去給他們覺得就是 對單側聽損比較清楚狀況的醫師看 那如果他真的這個會議記錄寫得很詳實 也把每一個參與的人團體或是什麼詩之類的 把他們講的話寫出來的話 那真的要公開這個他可以公開給每個人知道嗎 因為我會覺得這是大眾的事情 對 因為單側聽 當然啊 就這個絕對是大眾的事情啊 對 因為聽損的是我女兒又不是他女兒 對 所以就變成說在這個 這回過來講那個衛福部他們在籌組專家建立小組的時候 是不是建築小組的那個成員本身裡面 要有單側聽損的人在裡面 但是目前我所了解的狀況是 衛福部他籌組的這個小組 然後這個小組他召開這個會議只是在廣 就是聽聽大家的意見而已 單側聽損自己本身不在這個鑑定小組之內 所以我剛剛在講的會議紀錄跟他的決議 我們會不知道他們裡面的專家是發了什麼言 那這些人又為什麼他們可以代表我們去做決定 對 我其實會覺得那個代表的正當性 我覺得我對這個東西就是很在意 因為你憑什麼代表我們 你憑什麼代表 你憑什麼為我們發言 你憑什麼 就是我覺得就是憑什麼 你要告訴我你憑什麼 衛福部你要告訴我你為什麼選了他們 那這些名單是怎麼出現的 是你從哪裡收集來的 那這些名單可以給我們選嗎 可以給我們票選嗎 你可以給民眾票選嗎 讓我們票選進去開會的專家學者 可以嗎 他這個東西是可以公開的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在我對於 我說真的我就是個媽媽 我說我還真的 我還不會做什麼泡泡椅 泡泡椅我還不太會做 所以你說就是這些東西我沒有那麼了解 可是我就覺得這是不合理 而且是應該可以改變或改善的 我覺得我會站在這裡 大概就是我覺得這邊 我聽說GDV很多科技人 聽說很多網路奇才 所以我覺得可能你們有很多意見 一定可以給我們很大的建議或者是協助 所以我覺得我想要在這邊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需要這方面的資訊 這方面的幫忙這樣 那因為我今天在這裡 因為我們是正在跟衛福部 公部門在討論在爭取權益的團體 其實也沒什麼團體 我們就是一群朋友就是沒有到團體 我們都在同一個賴群這樣而已 對 所以我們 我這次來就是把這次我們碰到的問題來 拋出來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最後要說就是像這種做決策的時候 其實人民真的有機會一起來參與討論嗎 對 然後可以共同去決定一個會議嗎 對 那這是我的部分 所以我想問大家 大家在聽過我的說明的話 有沒有問題要問一下 好 你先 其實我比較想知道你們在生活上 然後還有工作上你們遇到什麼樣困難 你要說明你遇到的困難 然後大家才能知道說從哪個地方可以 公部門是一個部分 還有其他部分我們可以怎麼協助你 好 這個非常 這個我準備了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在飯店的時候 趁我小孩全部睡著之後 我寫了滿滿兩張 我跟你說 我知道我們群組就是問個說 欸 你們生活 我們從生活 從生活 教育 就職 社會適應 我們從這四個下去討論 那我每一個都有拉一個小選項出來 那我有把我 觀察我女兒 或是我 我聽到我們同 這叫同好 這不是什麼叫同好 這叫同伴 同伴他們的困擾 我有稍微寫一下 殊不知大家補充一大串欸 我說你們不想讓我睡覺都對了 補充非常多 這個我待會會條列 就是我們可以來探考這件事情 那我剛剛還有人舉手 就是有人想要 還是你問的問題也是一樣 那個 欸 第一個問題是一樣 但是第二個 我是想問現場有沒有人在打 協作文件 因為我有點找不到那個工作坊 就是我們的工作坊到底有沒有協作文件 因為我覺得你剛剛講的話很感動 然後我覺得值得傳播出去 還值得留下來 我只是要問一下現場的夥伴有沒有人在打 我是有開一個Google Doc 我把它掛上去好了 好 那我們就結束 還有沒有人有 好 你說 大家好 我前天有在這裡有一個演講 叫做科技是否能否來自能性 當時我是用手語來演講的 我還記得這位有給我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單耳的那個聽不見 對 單耳的狀況 對 就是二元的那個東西 然後今天不好意思我來得有點晚 所以聽到的話可能就沒有很全面 但是後面就是有很多一部分都在說 醫生在鑑定這個過程當中的一些不合理的東西 再靠近一點點 再靠近一點點 就是這樣會比較大聲嗎 要再靠近麥克風 好好好 好的 那就是我就很想想不通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你們為什麼那麼關注 是你們是很想得到身上症嗎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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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會去抨擊這個體制 因為就我所知的話 之前在台灣的話 就是這個鑑定也是很有問題 然後就是身心障礙他們 也有去提出他們這個問題 然後讓台灣改變了那個鑑定的過程 就ICF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可以去推動的 如果他有問題的話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在講這個東西的話 是否是因為你們沒有辦法得到 對對對 喔好對 這剛剛紀漢就有講 你們知道單冊聽損是沒有殘障手冊的嗎 只要是單冊 不管你損失40分貝50分貝 甚至90分貝110分貝到全龍 沒有殘障手冊 就是沒有 先讓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聽損分貝是從0到100的一個數值 那一般多數人的話是越小越好 所以一般人大概是0到10左右 這樣子 對 對 補充的很好 大家其實我覺得應該說 我們都知道近視是0點幾0點幾 1.0視力1.2一點幾是視力最好 到0.1幾乎就很近都看不到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分貝 聽不到的分貝是怎麼算的 就像剛剛那個補充的一樣 越高就是越聽不到 我來講一下分貝數的感受好了 40到50分貝 我們平常對話的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 對啦 我只是想要問就是說 你們是不是想要殘障手冊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想要 好 對對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不 你問我 我不知道其他人要不要 可是你問我 以我女兒現在的狀況 我不要殘障手冊 我要的是教育資源平等 我女兒就是因為沒有那張殘障手冊 沒有那個殘障手冊 為什麼要討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台灣法令 把所有的福利都綁在這個殘障手冊上 你沒有殘障手冊 我告訴你我才不要停車補助勒 莫名其妙 我告訴你我也不要生活補助 可是我要我女兒去學校 她受到教育是平等的 她得到的資源是平等的 我女兒她自己耳朵 一隻耳朵已經到110分貝 她幾乎快要是全容的狀況 其實她本來不是到這個狀況 這個就 這個我要講到醫生的問題 那我先直接解釋這個問題 她的那個耳朵她到110 其實她已經快要等於說 你配戴助聽器沒有效益 老實說你到任何地方她都跟你說不用配了 就是沒效啊沒效啊不用求啊 那她聽不到的狀況下我要要求老師什麼 換座位 老師要幫你換座位嗎 不一定吧 你知道我活生生 我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狀況 她現在又有緣大班 我其實那個老師開學的時候就有問我狀況 我就有跟她說我女兒是單側聽筍 所以她右耳聽不到 她都靠 都靠左耳聽 可以拜託老師把她換在就是左耳面對老師的地方嗎 後來她跟我說我女兒比較高 不能這樣子 她說那你沒有纏障手冊嗎 我說沒有 她說那她去國小不拖一套國小的客桌椅 讓我女兒坐在前面好不好 你們要讓女兒坐在前面嗎 你們會選擇讓小孩子去坐在前面嗎 不會 我當場就說老師那對不起 先不要好了 我跟老師說老師對不起 先不要 先這樣就好 我再讓靜靜適應看看 如果她真的聽不清楚 我再跟你講 後來 後來 因為我這樣回答 老師其實就認為我是一個 沒有想要讓大家知道我女兒不正常的媽媽 但是其實我不是這個 我初衷並不是這樣 可是她的這個 因為我那時候的這個回答 所以造就後面問題出現很多 就是非常多 這是嚇死我的多這樣 那 這就有回答到 為什麼我要殘障手冊 我告訴你我才不要殘障手冊 但是那你其他資源可不可以補上來 她現在的助聽器是我自費購買 那一支是6萬多塊 她不是好的助聽器 她是很初階的助聽器 對 就是初階的那個小孩蛋 她那一支叫6萬多 那我自費買 那再來一個可怕的地方就是 她再來上學 上小一 她是需要有一個 FM調頻系統 有點像長這樣 老師去這個班級上課的時候 這個老師就要拿起一個 像麥克風像這樣的東西 掛在胸前 她掛在胸前 之後她只要講話 不管她要不要用麥克風 那個聲音都會直接從這邊 再傳導到我女兒的耳機去 不管她在哪個教室角落 她只要開了 她就是老師就在她耳邊講話 她可以學習得很好 這是不是很重要 對孩子來講 學習是不是很重要 可是我是申請不到 這一個調頻系統 為什麼 第一個 我沒有殘障手冊 第二個 她跟我說 就是要不然叫我去做鑑定案 就是做特教鑑定 特教法有放寬 就是讓就是 就學的孩子 就是可以放寬規定 讓你去申請 申請這個東西 我女兒就這麼剛好 很倒楣 我們落在那個 三角的三不管地帶 她的特教法鑑定是說 六歲未滿七歲 她的是分貝數要21分貝 損失優額 優額的分貝數是21分貝以上 那我女兒就這麼倒楣 她真的是她15分貝而已 她又落下來了 她又落在那個就是殘障總是不管的地方 那特教法說要管 特教法你說要管 你卻設了一個也是這種 跟這是差不多的標準 之後我女兒又被丟下來 為什麼我會生氣 我連這種很基本的都要不到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待會 我覺得我待會可以特別講一下 這個照片的故事 這個照片故事很多很多 我我想先 那我先說一下就是 我女兒 好我要講一下那個特教宣導的事情 那個前幾個禮拜吧 不到一個月前 我在網路上寫了一篇有關 單策聽損孩子被霸禮的事情 我覺得我很勇敢 我覺得我是一個勇敢的人 而且我是個勇敢有正義的朋友這樣 他這個問問 那個是那個我的文章 其實到時候 我的網路上應該 就是我個人版 往前幾個禮拜 應該搜尋得到這篇文章 我裡面寫的其實敘述上就是 前提就是我女兒帶了助聽器 她剛開始帶了助聽器到學校 那同學就問她說 欸你那是什麼東西 好好笑喔 好奇怪喔 你耳朵好奇怪喔這樣 就問 那我都先跟我女兒說 我告訴你 我在她帶中進去的第一天早上 待會我也可以放影片給你看 欸這樣你看得到我往前的影片嗎 你幫我把她往前的影片找 對這是個人版 你把她往前 有一個我跟靜靜說話的 我給她做就是心理建設 我現在要找 我現在要找 你先抽 好當你在找過程中 那我就繼續 那我想請問她 她還有沒有人 有問題要來問我們 有沒有 好請說 就是我想要問一下就是欸 因為剛剛其實還沒有聽到就是關於障礙的經驗的部分嘛 就是嗯就是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問題 那但是 因為我自己知道比較多其他的聽障者 或者是可能真的有拿到證的人 或者是就是他們他們的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些東西是類似的 然後這個其實有一個東西是溝通的責任 就比如說我們今天雖然來的比較慢 但是我們剛剛來的時候呢 這裡的那個文字系統是沒有的 就是那個這邊本來就沒有設置要多一個框框有文字嘛 然後在他外面的那個UD Talk那個APP 我們打開也沒辦法 那那就是溝通責任的時候 有時候是需要就是所有人一起來承擔 就是對 所以我覺得也許從這個角度再提 就是有的時候如果只講悲情的部分啊 就是是會引起大家的關注沒錯 可是我就很想知道更多特殊 就是也許就像晶晶的媽媽 我的夥伴也是她也叫晶晶 就是我們會講一種就是叫獲得龍的概念 就是大家獲得了一種 與眾不同的經驗之後 然後可以把這個經驗拿來做什麼 然後如果是像教育方面 教育資源那些可能是有法律的 尤其是台灣已經通過身心障礙 那個是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力公約 然後我們有施行法 那些東西都是可以援引的 然後有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問問題還是 就是我分享的經驗然後又想要問的問題就是 你們對其他的類似的人的看法 比如說大家也都可以學手語 大家可以多承擔一些溝通責任 可以告訴其他人如何和小朋友互動這樣子 對像這個部分的話 我個人覺得台灣在無障礙環境 本身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像我之前有接觸一位在美國 他的孩子是聽損的媽媽 他其實就有像我說 你其實在聽損或是聽這樣的部分 在美國本身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因為他們那個環境其實是對平損者是比較友善的 是比較友善的 那剛剛其實有多次講到其他就 ICF 跟身心障礙權力公約 那其實台灣都已經有把這兩套 法規都已經有把他納進來了 但是其實這兩套其實他 他其實主要在講的還是一種社會模式 因為每個人即使是都是聽誰 狀況都會有些不一樣 比如說有些人的音頻 高的他聽得不是很清楚 有些人是音頻他中間這個部分 聽得不是很清楚 像中間這個部分如果聽得不是很清楚的人 他本身在跟人的溝通 其實會有很大的障礙 所以原本 但台灣還是採取原本 舊有的醫療的模式 就比如說 我幼耳多少分貝 然後我的幼耳損失多少分貝以上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但其實每個人狀況都有點不一樣 我這邊補充一下我個人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單測聽損的人 那我是幼耳比較 不好 大概50到60左右 那在我的生命經驗當中 其實我並不是非常喜歡帶助聽器 當然一個原因是因為 以前帶助聽器有時候會 被有比較異樣的眼光 再來助聽器它的原理 其實就是把聲音完全放大 包含噪音 那我的 聽損分貝就是比較重的是 在低音的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很多的環境噪音都是低音 所以如果帶助聽器上去 它其實就是 放大更多的噪音 所以那個會比較不舒服 那再來就是說 在什麼像是團體討論這種 為一個圈 一個圈為單位的這種討論的時候 你很難就是 移到最右邊的位置 就是全部靠左耳聽的話 像那種團體大討論為一個圈 通常右半邊的人講話 你必須要很撤著耳 然後這樣子去聽別人講 大概是這種的生活經驗或模式 而且這個其實你們可以把它同理 想在工作的環境中 或者是小孩子上學的環境中 都是這樣圍圈圈很多 其實他們聽清楚是有困擾的 我放一下這個影片 給你們看我幫我女兒做了什麼樣的心理建設 在她帶婷婷去學校的第一天 我們今天是一天就是 帶上自己的心理 她真的啊 都對聲音不確定有心理 她真的是覺得她有心理 而且有就是 有聲音進來這樣 那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 因為我一直以為就是 可能就是 沒救 就是列爾要放棄當 但是就是 現在的狀況看起來 我覺得是 我對這件事情不有信心 那其實剛剛請問 我要講就是 台灣有已經ICF 跟 我現在就是 比較擔心的 就是 她在學校駕駛她的布局去掉了 那 有沒有老師 或者是 其他人可以寫過 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又很熟 有 不好意思 把我 把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 不好意思 那個 就是台灣其實有引進 有引進過來 但其實台灣在實行的狀況是 跟 有點 跟法條是有落差的 是有法條是有落差的 所以 我們這個時候是不是也可以再要求 政府也來 來籌組一個監督 監督小組 看政府在落實 身體在全力公園的ICF 在社會模式 等一下 你的耳朵這是什麼 好漂亮喔 你耳朵這是什麼 你耳朵這是什麼 還有人有問題嗎 真的帶上助聽器 我沒有問題 我只是想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因為剛剛有聽到兩位 就是 當耳聽上 其實我也有帶助聽器 那我 我 幼兒 幼兒的話是 110分貝 左耳的話是 95分貝 比你們嚴重多了 很多 從小讀書的時候 也是我 家長啊 就是我奶奶 為什麼因為我父母是能力 所以我奶奶就要去學校跟奶奶叔說 啊 我家的孩子啊 他 聽力有問題啊 什麼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聽得很清楚 要調個位啊 然後 同學會看到我帶著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就會說 你那個是什麼呀 然後就會查一查 啊 你爸爸媽媽是能力啊 你全家都是啞巴 這種東西 這種經歷我都有過 然後 一直到十年前 我自己知道就是 其實我可以完全用一另一種 就是 身份去生活 就是 我做的這個 身份認同 我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了 我就說我就是一個人 我聽力就是這個樣子啊 我和你們的聽力不一樣 對 很多時候都會有溝通障礙 讀書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 特別是工作的時候 就是大家會為在一群開會 然後就是 每個人就會 然後 呆滴ة叭啦級滴啦 就是坐在坐在這儿去 可能大家都可以去接收這個訊息 但是又不行 如果每个人同时在讲话的时候 有两个人就没办法接受讯息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经常这个事情经常的困难 包括现在也是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跟他们去沟通 就是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有这个很清楚 很明确的意思 就是要跟他们讲说 不好意思你们这样子 我没办法参与 所以要不要就是 大家都安静一下 我们要不讲一个办法 要怎么样可以更好地去沟通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大家要共同承担 为什么一定是我要来承担 这个听不清楚的这个责任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去推动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社会的这个歧视 就是回过到态度 你要用你怎么样的这个身份去告诉大家 我是农人 我就是一个人 我可能是一个听藏者 或者是怎么样 这就是我自己 但大家为什么要歧视我 其实是因为不了解 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就拿我女儿的幼儿园同学好了 我觉得啊 同学问绝对不一定是恶意 也不会是恶意 小孩子幼儿园大家都很单纯 可是为什么问 因为他们想 因为他们想知道 那他们想知道 那你是不是要满足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你要做好所谓的宣导 就是我需要做好正确的引导 我需要让这些孩子们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他要带助听器 那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对待 他带助听器的同学 你捡到助听器要不要还同学 那助听器带助听器的人可以跟你玩吗 其实我告诉你他们问号很多 甚至现在很多家长都以为 助听器你不要碰 你也有同学 但是助听器你不要靠近他 如果你把他换你要赔钱 家里要赔钱哦 小朋友这样吓到会不会就不跟他玩 会 这都是宣导不足 这个都是宣导不足 这个都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可是为什么 可是我告诉你 我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 我提出每一个人责任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板上一堆妈妈跟我说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我女儿说 她要怎么对待一个耳朵听不到的同学 或是听不清楚的同学 她说对不起你可以跟我讲吗 她说他们真的不知道耶 很多妈妈都不知道说 蛤真的哦他们那么多困扰哦 蛤可以跟他玩吗 会不会真的要很容易就坏掉 他们是对这个都是问号 都是不知道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出去讲 没有人跟你说应该是怎么样才对 这就回归到特教宣导 那我觉得刚刚那个姐姐讲得很好 这个就是她的历程 她比我们严重太多 可是她就这样长大 她也这样长大了 但是她现在还小 我担心 她如果没有她那么坚强怎么办 如果她没有她那么厉害怎么办 她学习出现障碍 心理出现困扰 现在还有什么病 忧郁症 她会不会忧郁症 或者是还会不会有攻击人行为 因为她觉得大家都不理解她 出现愤世的行为 有没有可能我孩子变成这样 如果我是一个没有那么在意孩子的家长 我忙着自己的事 我的孩子会不会变成一个未来社会公害 有没有可能 是有的 我有没有责任 我有 我女儿自己有没有责任 有 旁人有没有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啊 所以我这个 这个她说没有办法放很大声 但是我可以大概叙述一下 我对于她带婷婷这件事情 我 我已经就是铺梗很久 大概在至少半年前 我就是买了一个蓝牙耳机 故意带给她看 你看妈妈这有没有很漂亮 妈妈这粉红色的哦 厉害吧这样 她都说妈妈给我带给我带 我说好 我说我带你去配 就带她去助听器公司 配了一个那个蓝牙耳机 所以我就教她说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她说是助听器 那你带这个是做什么用 静静就说 因为我耳朵听不到 可以把声音听得更清楚 对不对 你为什么带 你看你说 你带的是什么 助听器 那你为什么带助听器 我听不到 那你带助听器同学可以跟你玩吗 可以 可以跟你玩 不会把你的助听器弄坏吗 不会 那如果助听器掉在地上了 你要怎么办 就是找出它 还有如果同学不小心跟你玩的时候 把你助听器拿掉了 他不是故意的说 静静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那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回答 我这样教我女儿的 我是这样教我女儿的 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是这样子教她 因为我担心的事情很多 我听了很多人的问题 说我把这些我担心的事情都统整起来 之后教她怎么面对遇到这件事情 这是她第一天带助听器去的事情的时候 我早上 前几天一直讲 到早上我特别在给她鼓舞 最后一个天是妈妈爱你 加油 我那天担心的要死 因为我爸他回来跟我讲说他不想带了 因为很多小孩子都是因为不想带 很多不想带的有很多原因 他带了可能也不习惯不舒服 也有因为觉得自己奇怪 觉得这个自己奇怪 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是宣导不足 对 OK 那他一个礼拜后 他回来跟我说 他就有一天突然就自己偷偷把助听器拿掉 没有跟我讲 那我就觉得说 你怎么会自己偷偷把它拿掉 我就有点生气 而且你拿掉如果不见怎么办 这个很贵 我就跟他讲 你知道这个助听器一个可以 因为我之前一直 我觉得这个是我做不好的地方 我一直跟他说 一个助听器很贵 我一直跟他强调它很贵 可是其实 对他来讲 他就是帮助他的工具 可是对家长来讲 我没有 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是因为我就一直说它很贵 我跟他说 这个可以买一台 很大台的摩托车 后来就是 我跟我老公在路上跟他 就是我们在聊天 他就说他长大要努力赚钱 我说那你赚钱要干什么 他说他想要买什么东西给我老公 那我就说好 那你想要买什么给我 你想买什么东西给妈妈 帆子 还有呢 汽车 摩托车 摩托车 他那时候其实第一个讲是 我要买摩托车给你 我心里想说你干嘛买摩托车给我 我已经有一台了 你干什么要我 我给他那个摩托车这样 后来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我一直跟他说 那个助停器很贵 贵到可以买一台摩托车 所以他觉得 他觉得那是等值 他觉得妈妈好像很在意那一台摩托车 他要买东西给我 他想要买一台摩托车给我 我说我不想要买摩托车 这题外话 那他那天回来 就自己偷拔掉之后 隔天 他让我老公大概去上学 结果我老公自己也忘了帮他带助停器 他那天就没带 就回来了 在第三天 他就跟我说 我在早上 我就有点责备说 你为什么昨天没有带去 你没有提醒把笔帮你带 那今天一定要带 我就帮他带 带了助停器 结果他就说 妈妈 我不想带助停器去学校好不好 他说他在家里带 他不要去学校带 那我一定问说 为什么啊 你为什么不带 后来他说 因为同学会问他 问他是什么 我说妈妈不是有教你 你就跟同学讲嘛 结果后来他就说 可是我讲 他们说他们听不懂 有的人会笑 他说那个很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不然他本来是很喜欢 因为那个停力师人很好 还帮他把耳膜做成粉红色 所以小朋友很喜欢颜色 让他自己挑喜欢颜色 结果后来 这个问题出来 我前一天又看到那个 我们群组里面有一个妈妈 他儿子国小六年级是班长 结果他 他说他儿子被同学 他说霸凌 那我们就想霸凌到什么程度叫霸凌 同学把他的耳机拔起来 丢到草丛 让那个男生爬在地上找 甚至还就是帮他取得很难听的绰号 这个孩子回去没有马上跟妈妈讲的原因是因为 孩子觉得妈妈到学校处理以后会更严重 对 那他就自己一直忍耐 后来一直到他妈妈发现他儿子在哭 在家里偷偷哭 而且就是抗拒带助听器去学校 妈妈一问之下才知道说 他在学校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那同学也把他取一个很难听的绰号 对 就一直用故意在那种用那种出来叫他 这样跟他开玩笑这样 那这个小朋友 国小六年级 他其实我相信啊 他这六年来上了小学 不好的同学一定也有啊 一定有 可是他都过去了喔 一个一个过去 为什么六年级这个坎他过不去 他妈妈都觉得为什么过不去 因为年纪越大的霸凌越可怕 以前同学可能只是嘴巴讲你而已 他现在动手了 动手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他又怕妈妈去到学校事情会更严重 他说 他那个同学还说 小朋友说他会被秋后算账 后来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文章 老师说 那个群组这个妈妈写这个文章之后 我希望的是大家可以 我们要反抗霸凌嘛 如果是我 我被人家欺负了 我一定会说 你要怎么样 我们去去学校找那个家长 就是把家长叫出来我们讲 或者跟小朋友好好讲 对 那可是我看到的 大部分的 我们群组里面的留言 他都是说就是 他小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他也是这样过来了 也是说只能忍耐 不然怎么办 大家都是说 只能忍耐 不然怎么办 其实我看到这种 因为我算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 而且我是一个 我如果觉得不对 不平像插队 我都直接跟他说 先生你不能插队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那个要讲 你只是忍耐没有用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要讲 结果说不知 说不知我看到大家 都是这样建议的妈妈 我就不对啊 不对啊 后来我都写了一篇 有关就是霸凌的文章 那后来就是里面提到了 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家长 都有责任教育 从小都教育我们孩子 拥有同理心跟尊重 因为你拥有这样的东西 很多事情都可以 不会发生 可是家长自主要教 你不可以依赖老师教 依赖别人教 你自己也要教 可是学校能做的是什么 就叫宣导 大家回到我刚才这一个 就是特教宣导 就是我女儿要申请特教宣导 大家知道什么叫特教宣导吗 大家知不知道 有人可以大概跟我讲 知道什么叫特教宣导 或是盗班宣导 有人享受过这种服务吗 你有吗 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帐别 所以那个是有特别宣导的 对就是假使你有某一个帐别 你有领到可能 呃 残障手册 或者是有特殊所谓的特教 就是鉴定安置 特教法里面的鉴定安置的资格的话 那你可以 就是请学校 你只要每一次入学 每一次入班 你可以请学校帮你申请 就是专业的人 到你们班上 跟同学说 就是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带听听吗 那听听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对 他会依小孩状况 就是讲他们听得懂语言 让大家都知道 那我女儿要申请的时候 那个我打到台中市教育局 他第一个开头问我说 妈妈 你有产障手册吗 没有 那你有符合特教安置 他说特教安置 我说那是什么 他说就是你 特教鉴定里面有一个特教安置 那你有没有符合那个规定 我说 没有 因为他就刚好落在那个优额 规定21分贝 他只有15分贝 不够坏 所以耳朵不够坏 结果后来 其实我很失望 我觉得很 我觉得很挫败 因为啊 我一直想着 要怎么让他们同学 知道这件事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应该可以同学去班上讲 那可以去班上讲 有两个方式 一个 我本来想我自己讲 结果后来我有一个特教 学校的朋友 的老师 他跟我说 有特教安置 去申请就好 他讲得很轻松 去申请就好啦 妈妈 这样 好我就真的去申请 结果不行 因为你不符合资格 那不符合资格之下 嗯 我就自己做 其实我 我我我我额外讲一下 他其实是有去申请到 特教宣导 可是是因为我写的那篇 破万战的文章 他们感受到压力 不处理不行 我就是写了一篇 破万战的文章 就是 结果他就申请到特教宣导 这算特权吗 还是算个案 还是算他们只是怕得罪我 怕我在写文章骂他们 对我不知道 但事实上就是 在文章出去之后 我的特教宣导申请就过了 不然我本来是 连申请都不能申请 学校都非常主动 主动积极这样 那兔子的饱和 我们家近近有一只 这么大只的兔子 是网友寄来送他了 网友去挖挖 夾挖挖机夾到 之后就寄来给他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 那个兔子前面有一个盒子 那个盒子对兔子来讲 他是放 有助听器的朋友 知不知道 我们有一个盒子要放什么 放助听器 所以 那个盒子是兔子的宝贝 他放宝贝助听器的东西 我帮每一个孩子 准备了一个 我们近近班上的每个同学 准备一个一模一样的盒子 对 让他们回去可以放自己的宝贝 之后带着这只兔子 兔子耳朵上有一条线 他耳朵上其实是有一个 蓝牙耳机的 我带着这个兔子 去学校 讲故事 我说 兔子耳朵很大 可是他听不清楚 为什么听不清楚 他可能有一次感冒 之后没有注意到 他就听不清楚了 那就是妈妈带他去检查之后 医生说那要配助听器 助听器就可以帮助他听得更清楚 那小朋友同学马上问我说 文静妈妈 为什么你帮兔子带一个这个东西 我说他就是助听器啊 他帮助兔子把你们下声音听得清楚啊 对 后来结果 那个同学就说 就是 哦那我知道了 马文静的耳朵上也有一个耶 那他也是听不清楚才带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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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小朋友都通了 全部的小 幼儿园小朋友都听清楚了 听懂 可以让我讲完吗 我等一下已经叫你好不好 因为你刚刚有打转我 然后就没有再给我机会再讲话了 所以我就很想要说以及我的感受 因为我没有听到你的女儿在分享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一厢情愿的 父母在帮孩子做决定 因为你刚刚的讲的故事 让我想起我奶奶小时候也这么对待我的 即使我装耳带出去那么不舒服那么想扑那么难受 他还是要逼我带 因为他就说你不带不行 你不带的话就听不到 就没有办法和外界交流 你就会变得和你父母一样悲惨 我就想到我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一个自卑 然后忧虑想死杀想杀掉我的父母 这种黑暗的世界的时候 刚刚这位妈妈让我回忆起了那一段非常难受的一个时光 所以我就现在就特别的 就很担心现场的各位就是 因为我听完妈妈的分享 是因为我希望她佩戴朱婷妻这件事吗 不好意思麻烦你让我讲完 因为担心听完妈妈的分享的话 我会听到妈妈有一句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 就是妈妈很在乎孩子 一定要带朱婷妻 而且觉得别人不带朱婷妻很奇怪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可怕 因为我为什么现在愿意站出来 愿意使用手 愿意说话 让别人看到不一样的我 就是因为我想要展示就是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就是我自己 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或者什么样 但是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人去改变他自己的 这个态度 那我比较关心的是你的孩子 因为妈妈你没有办法替代她 不遭受那些歧视的眼光 妈妈你没有办法替代她去 经历那种难受的一些事情 因为这都是孩子她自己必须要经历的 我觉得她比我幸运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是正常的 所有人都可以告诉我你是不正常的 她有觉得妈妈很好就是告诉她的孩子 就是她可以很好的去生活 但是她应该说她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有 应该说我觉得就像我们近视戴眼镜一样 那你也可以选择戴隐形眼镜 或戴一般有框眼镜 以前大家不想被人家知道近视的时候 是不是戴隐形眼镜 那其实助听器有分大小 可是我告诉你我没有钱可以让她配很微小的助听器 或者是我没有钱可以让她开电子耳 电子耳开一次手术是80万 我全部要自费 手术完之后每四年要换一次声音处理器是30万 之后每一年都会有一些耗损耗财 其实这几千块 对 就是钱 很写实就是钱 我前阵子为了她 可能要开 可能面临开电子耳对她来讲 是最好帮助这件事情 压力大到二十脱落这样 我很常问妈妈 你的孩子这样子不好吗 你不喜欢这样子的她吗 你是说不带助听器或不带助听器吗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助听器它就是一个辅助嘛 那我觉得你的孩子就是那个样子 你不喜欢你的孩子嘛 我爱她 我爱她 非常爱她 非常爱她 但是你是爱你的孩子呢 还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可以是其他人一样 你帮我讲好不好 你帮我讲 因为我不想要变成沦为我 喂喂 我听得好痛苦 因为我刚好介于你们两个之间 因为我是单边嘛 呃 你的心路历程我都经历过 包含我也还得了精神病 什么杀人 那些黑暗的过去其实 呃 可能啊我自我喬事是说 本来我就帮 每个人本来就天生都不一样 对 那其实这妈妈的心态其实就很简单 她希望可以为 为她的小孩多做一些 甚至 让以后有相同问题的人 不 可以不要再受到这些 霸凌折磨 因为这些 我相信 我们两个都经历过 各种嘲笑或是什么 对 那妈妈 你能不能聚焦 就是我们现在 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 你需要 怎么去解决 对 因为其实到最后 你讲太多感性 对 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现在 因为你说目前的 我听到目前就是 那个会议的问题 对 我们 所谓 有代表权的是可能 他其实不具备这个立场或什么 所以你希望我们解决是这个 以及就是可能会议他能够公开 公开透明 对 这是第一个诉求 对 那第二个诉求是什么 第二个诉求是 我觉得 这个就叫做宣导 宣导不足 我们能怎么把宣导做得更好 看 是不是 因为我看一下很多拍影片 或是文字 你们 我相信 我相信这边有很多人 有这样子的能力 欸 有没有人可以 提供 帮助 还是你们可以 建议我去学什么软体 不要说你们帮助我 我去学 学 剪影片的软体 或者是 是 学 学什么软体 都好 你们跟我讲 跟我讲我就会去学习 之后我可以 可能我就可以设定说 欸 我要怎么拍摄这个东西 欸 让更多人知道 就是 听说你的状况 好 你说 就是 呃 你前面提到 就是你跟 卫福部 溝通上的一些问题 那 其实在前面 听到我第一个想法是 因为我处理过 我跟教育部处理过 克刚的事情 反黑架克刚 那其实当时碰到的状况 跟你前面提到很像就是 政府会有 他们一套既定的回应模式 那 你不一定能够 及时的知道 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去了解到他们内部 到底怎么运作 那 最前面其实我想到的想法是 我们当初在处理黑象克刚的时候 是有非常庞大的媒体力量 那其实你在后面提到说 欸你写了一篇破案站的文章 然后 欸政府就因此 就是可能 不是政府啦 就只是我们那区域 那个学校而已 对那也是公家机关嘛 就是有去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 因为像你刚刚就是讲说 欸那是不是特权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可以 去利用的地方 因为 你有一定的关注度 那 其实要怎么样去推广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 你可以去想说 我要怎么让更多人去 意识到这个议题的 重要性 那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 媒体的力量 去督促政府 完成这件事情 应该会比自己 一个人一直想要去推动 还容易很多 我没有媒体的力量 我都想知道 我要怎么去找媒体的力量 就是其实 我想到最简单的 就是像YouTuber那种 就是像你们可能 我听到的啦 因为今天主要focus在政策面 然后还有前面就是 怎么推动 就是政府可以去改进 不管是 呃单策听损 有没有障碍手册啦 或者是教育可以怎么平等 但我觉得 就是更大的 能量会在于媒体本身 那媒体的话 当然是有可以求助 也可以从自己 所以如果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 您可能会希望 更多人去了解 然后我也觉得 并不是大家 可能不想了解 是因为 可能像我本人 因为没机会有解 对 就是如果我本人 或是我的朋友 家人等等 如果刚好没有任何 聋人或者是 单色听损的状况 我们也不知道 如何去面对 或是该如何去 跟他们相处 对对对 就像那些妈妈 对就像那些妈妈 他们可能觉得说 我也是不知道 不是 所以我才不知道 怎么教小孩 因为连我都不知道 那我认为 与其去等待政府 因为一定手续会更繁杂更慢 去宣导 你可以做 就是youtube的影片说 诶今天 我要来分享 10个就是 单色听损日常会遇到的问题 那我们平常可以怎么 帮忙他们 让我们相处起来 跟沟通更轻松 类似这样子 那如果您就是 的文章都会有一万人看 那至少一万人 就会去看那个影片 或是什么的 就是变成说这个宣导 那个影片只有 那我的 那个文章 我真的这辈子写 就这么一次 很多人分享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它是个力量 它好像是一个 它开启了我觉得 这个是个契机 是条路 所以我 我知道你们 G0V跟 跟资讯 跟网路资讯 是有很大的联系 所以我想要来这边 知道 你们有 就像你给我的 这个youtube的意见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我回去 就是应该 我会 先想 我要 是不是要先一个剪片软体 那也要有 写 写那个 可能可以以Q&A的形式 说不定 比如说你可以 从如果文字方面 如果你可能原本是写Facebook 你可能可以 加开一个部落格 因为Facebook的文章会掉 所以人家没办法搜寻 对 所以你可以就是又写部落格 然后同时写Facebook 然后就是可能去搜集说 最近这个文章有一万站 可以问大家说 最常发生不知道怎么跟单侧听损的人的问题 或是说我们到底怎么相处的 十个日常生活必被偏之类的 所以你可以从写作开始 让有人看得到 然后如果就是您 就是想要学影片软体之后 再去做影片 我觉得也可以 就是两个方式都很好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变成说 你的宣导不再是依赖政府 而是可以从你自己的媒体能量开始 就我把自己当成媒体这样 对对对 因为社群网站就是非常的流通 然后从朋友之间了解之后 他可以传得很快 所以像就是非常多 像我的朋友 或我最近在看的YouTuber 他就在分享精神分裂症 然后他自己拍每一个影片的时候 刚好就是他自己分裂成 他今天不同的状态 在解释他的实际情况 所以反而后来变得很红 然后也会藉由这样的能量 可能更影响政府 因为你就可以说 诶我的文章这么多人看 这么多人响应 所以您的能量就变成 不是是你 还有所谓那一群听众的人在发生 我的圈圈 我觉得圈圈太小了 而是所有可能 就是我们应该说 任何人都应该关注 或是就会在意 然后也知道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怎么相处得更好 加一下好友 加一下好友 好你说 我分享一下 从昨天一路听到今天的一些心得 其实我觉得问题分成两个层次 其中一个层次就是 关于单次听损的这件事情 本身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层次我觉得是 关于卫福部在处理平台上 后续的会议的公开 还有就是 他怎么去 arrange这个会议的问题 那我觉得 这两个问题 因为刚才又有听 就是这样分享 所以我觉得 就是 就是 禁忌麻麻这边 其实好像可以把 你现在的一些讯息 就是可能 有 可能把他全部 有系统的可能是 定期的 慢慢的从你的FB 去发送出来 因为我看你 张词简的PO案章文章 刚刚去看已经1.8万了 对 那 其实如果你 你稳定的有不断的把这个讯息 刚刚才讲的 就稳定把这些讯息传送出来 还有就是 其实我刚才跟我的朋友 就是他也是单色听损的朋友 他其实 我一直很好奇的是 你手上那张你说 你会整的 昨天晚上会整的 很多麻麻 这个共同智慧 这对于 其实我一直想讲 就是我们在生活 教育就职 遇到困难 但是好像没有机会 对 因为那张工人智慧 我觉得才是 众多我们资讯人 大家 大家会好奇的是 这张到底 现在有什么 上面有什么 因为他可能对应的 回去的就是 有每一个 每一个条目 可能背后回去的 就是一个对应回去 我们可能可以去想的 或去解决的一些东西 反思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张 搞不好价值更高 或许他可以优先 等一下可以稍微的 讲一下上面有什么内容 还有什么架构 或是这样 或许在场大家也可以去 好去思索说 可以怎么帮助你 怎么介入这件事情 怎么去介入 跟帮助你传播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发现问题 才有机会介入 就像我发 我女儿都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 根本就没差 我觉得他一点都没有差 可是他上学的时候 他才出现问题 那所以你在生活的部分的话 就是单策停损 现场有没有生活的部分 想要分享一下 我记得平衡 我女儿平衡 他保证就是很常跌倒 平衡 还有他没有办法听声便位 有一个安全疑虑 就是听声便位是不是就特别弱 他不知道人家是从哪一边叫他 因为他有一边其实听不那么清楚 那再来就是 这个伴随着安全啊 你喇叭按你 你骑摸摸车的时候按你 你知道车子从哪里来 知道吗 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散 对不对 好 再来 那个平衡 我告诉你 我前阵子有一个很好的 这是妈妈朋友 他是阿姨的 他儿子死掉 出车祸死掉 他跟我说 他从来不给他儿子骑摩摩托车 因为他平衡不好 因为他一丝耳朵听不到 但他没有在助行器 可他雷蚕死掉 雷蚕撞那个中间分隔岛 他妈妈哭了要死只有一个儿子 他说他都不知道他怎么撞了 为什么会就是 就是为自己雷蚕之后 去撞中间的那个分岛 自撞死掉 可是他自己也会 心里会小小怀疑 是不是跟他平衡不好 或是他可能不知道从哪里来 他说要闪别人车 不小心怎么样 可是最终就是 就只能这样了 因为他就是自己走了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再来 听说长大一点的人 会有耳鸣跟眩晕的状况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 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 在我女儿 我问她她有没有耳鸣 她说她没有耳鸣 她还不知道耳鸣是什么 我问她说你有没有耳鸣 她说耳鸣是什么 我说像有蚊子还是苍蝇蜜蜂在你旁边 嗯 这样 她都突然过来 说妈妈 那你有听到吗 那她可能真的还是不知道耳鸣什么 或者她真的没听到 OK 我快速的稍微讲一下 那在教育的部分 那第一个我来讲 特教宣导 这是基本 入学宣导 她没有 第二个FM调频系统 要申请 像这一台 她没有 助停器 要申请 她没有 还有特教巡抚资源 大家知道如果小朋友 就是进入特教 或者是她只要有残障手册 都会有巡抚老师 注点在他们班级 或是一个礼拜 会来一次至两次 这是特教法里面 就是给学生的福利 因为学习资源 应该要平整嘛 她没有 就她没有 好 就只能拜托换座位啦 换座位又要看老师要不要 而且她没有残障手册 我到时候就算自费 买了这台7万块 我明年她小一 我自费买一台7万块 去请老师用 还要拜托的 老师可以有权拒绝使用 因为你 婚友 残障手册 学校并没有把你列在他们的名册里面 甚至我觉得现在都在讲融合教学 就是把 有障别的孩子 跟正常孩子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因为 她从小都可以习惯 跟不一样的 跟自己不一样 或一样的人相处 那 可是她 对教育部来讲 她是正常的学生 所以 所以 那她是正常的学生啊 这正常的学生 就一般学生 她没有什么融合教学 她本来就一直在正常班级 可是其实 她在正常班级 她是有困扰的 我道理愿她去跟一样有听准的孩子 一个或两个我们同班 为什么 我偷偷的希望说 老 我不用买这一台 老师 有 残障手册的小朋友就申请得到不用钱的 老师只要挂一台 她不会说班上有三个 我要挂三台 不可能啊 我跟一台 这三个小朋友都可以连线啊 我希望她把我 跟这些孩子放在同一班 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掏钱买一台 这就是我 因为我的部分就只做到 为什么 我只follow到教育 因为我女儿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我不知道她之后还要遇到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找季翰来 她是标准的 已经长大的人 她就是一个标准 已经是这个状况长到现在 所以就职的部分就让她讲 好 那我先请 那我先发言 那个 刚刚我们讲到 那个媒体力量 这个方案 那我这边 我这边有个建议给你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不要试图 所有 你需要的东西 都自己去学 你一个人力量有限 我真的很累 我真的 而且我学不好 然后刚刚 大家帮你突破一个盲点 就是你说 你没有媒体的力量 但是其实 你自己可以成为媒体 但是我刚刚再补充就是 你需要的东西 你需要很多东西 你不要企图一个人就把它 做完全部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行 对 然后我这边 这边建议你 可以找一些人帮忙 那我这边 具体提供一个 你有上FB 或者是你有上网 你搜寻 搜寻一个 一个媒体 她也是由医师组成的 那她 那我觉得 我觉得你 你可能发个讯息给他们的话 他们可以给你的 给你提供的帮助 有几点 第一点是那个 就是 医学方面专业的帮助 还有 还有有关 有关听障的一些 一些医疗 医疗资讯 或者是一些 一些 应该给听障 单 那个 单 单边听 听障的 一些相关之间 也许他们可以帮你传达出去 或 还有就是 第三点就是 你自己要成 要成为媒体 你一定会想要 你一定会想要知道 那我要怎样 怎麽做 怎麽做 或者是 或者是 你可以 或者是有什麽可以接近的 你可以问他们 那我现在跟你讲 你搜寻 美的好朋友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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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的美 美的好朋友 或者是 美的partner 美的好朋友 美的好朋友 好 我待会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喔 我个人发问 就是 我要变成媒体 可是现在开粉专 好像 触及率不是说很低嗎 那我到底还要开粉专嗎 还是要开社团 还是要个人版 可是现在个人版 我已经就是一直在用了啊 我还要另外开个个个人版 让人家 做这事吗 可是如果我现在我发了一个破万丈的文章 但是我就在想 那我下一篇要发什麽 我不可能永远都在写文章 我也会发到我的生活啊 所以我对这个 我最近这次困扰 这件事困了很久 有没有可以给我建议啊 像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问我 我刚刚提供给你的 美的好朋友 对 你可以问他们 他们应该会给你一些意见 好 那你还有什麽建议 生活也可以 因为就是大家其实 就是可能 您可以去 我看大家可能给一些建议 因为有些人 比如说分享健身生活 有些人分享去国外留学的生活 因为总会有 当然就是不一样啦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会想知道 你今天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或是特殊的生活经历 是什麽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就像 他虽然是单策 就是听觉受损 但不代表说 就是他一定要过得很 就是很 对吧 他只是不一样 不是你也是 所以你反而可以 我原本其实 其实我原本 我是种田的啦 所以我务农 我自我在介绍一下 我是隆委会选出来 第二届百搭青农之一 对 我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很专业 可是遇到天使 我觉得我完蛋了这样 那时候我本来都在分享我的农业生活 就是我跟我女儿一起 可是以前都没有这种问题 我从来没有写过听损的事情 也没有人知道我女儿根本就听损 一直到他上学之后 我才困扰 所以我才开始 开始写听损 那发现 诶 开始有很多听损的妈妈 年过来找我 他说他想要知道说 怎麽教小孩 因为他不知道 可能就可以譬如说 最近去上学了 然后他遇到什麽问题 然后你怎麽教他 然后大家也就会知道说 所以他可以是 可能小知识篇 就是跟大家讲说 诶 听损一般来说 有十个Q&A 也可以是 可能某一天是讲说 今天的日常 但是是刚好 跟听损有关系 可以让大家了解 生活中怎麽面对这个问题 或是你们都会怎麽 處理 就發在我个人的粉串 就是 一种是这样啦 那如果要开粉串 这可以再讨论 就是到底要用什麽方式去 然後你可以公开 对 就那篇公开就好 甚至你就直接帮你女儿开个算 然后你经营 我怕我女儿被绑架 不至于啦 好 我以前 最开始我 我做 刚刚那个教学影片的时候 我的标题是写 静静的听听生活 Day 1 对 可是我没有Day 2了 之后Day 7 他都跟我说他不带了 我就只好用写的这样 对 我就变成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 也要想一下 我可以怎麽再把它串得更好 等一下真的加一下好友 手机给你 你赶快去加快点 好 ok 好 要做ending 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 就是刚刚不是有一位朋友有讲说 你那上面两张纸的那个问题 还蛮重要嘛 大家都想要知道 那 所以 我觉得你可能在把它写成Facebook之前 我把它写文章 用到我的版上 你直接拍 你直接拍下来 好 直接拍下来上传 然后你有空你再回去补 好 你直接用手机把它拍下来 好 谢谢 好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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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聪明喔 结果你们发现我贴出来的时候 妈妈骗人 写一些不关紧要的东西 那 总结 我总结 就是今天要先谢谢季翰 季翰是我觉得 他是 就是我 我觉得他算是我们群组 族群 这个族群裡面 我觉得他心态真的算很正向 我 我有时候会 我就是问他说 如果我女友遇到什么状况 你觉得要怎么协助处理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他是过来人 对 那 我觉得就是很谢谢他今天来到场 那 还有就是 我第一个要谢谢G0V 对 其实我 我说真的我不知道他念G0V 我昨天跟一个 有人 带我去认识一个 就是比较 跟这个有相关的人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那个GOV什么 GOV什么 你说G0V吗 我说 对 我说 这是这么熟 我不知道 他是念G0V 对 抱歉 但是 我在这个G0V里面 得到非常多 非常多有效的资源 甚至你们协助我统整了 我很慌乱的事情 那 对 就是 在我 前几天要花钱买票来这里的时候 我心里有在想说 要赞助 功德票 不能没票进场吗 我偷偷有这种想法这样 可是我想说 好 那 就是人家要买票 那我就买票 买票进来 所以那时候我稍微问一下说 因为我带了两个 我怕我要买三张票 结果后来我就问了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很友善的回复我说 经过他们团队决定 这12岁以下免费入场 但是叫我要自备午餐 好 没问题 所以我 我来了 而且我觉得 嗯 我很开心我来了 很庆幸我来了 就是我觉得我来这里 就是 就不枉此行 我得到很多 学到很多 而且我相信就是现场 你们现在冲击也很多 也谢谢到现场来 听我讲的朋友 那 我的FB可以加一下我好友 我待会去 全部按确认 那 以后有机会 希望我们有 有 这叫合作吗 就是如果有 大家可以帮忙的话 就是 再拜托大家 大家尽量协助 或者是 你们看我的发文 或我的 如果当时我剪辑影片 你有任何觉得 可以修改或修正的建议 都麻烦 不令指教 绝对可以跟我讲 怕你们不讲而已 就是我希望 大家多给我一件 因为 我相信我还是会有盲点 教人都有盲点 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妈妈 那我这边最后再讲 就是刚刚好像有些人 对卫福部那边 比较关心的部分的话 等一下可以随机下来找我 对 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在讨论 那就 最后就谢谢大家 然后谢谢妈妈 卫福部要问季涵 那个 我没有那么懂 但是我觉得 我有时候听到一点 就觉得好像有点 嗯 不太对哦 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吃午餐了吧 都饿了 谢谢 谢谢